乐器白白重,但是大家看过,看似钢琴却声似鼓声 弹奏的方式又像吉他的大正琴乐器吗? 瑞瑟湘的赫钢村80岁罗荣德先生 不仅是收藏了一把大正琴 而且也在他80岁的寿宴上 弹奏献宝令全场惊艳 那么现在透过镜头带您来瞧瞧 这个长方形木造结构的大正琴 有与钢琴相仿的琴键 但是却又是以吉他刷拨弦的方式 弹奏出来的声音却又像鼓针 相当特别 高龄80岁的罗荣德低头弹奏原住民歌谣 沉浸在大正琴独有的清脆音色中 只有开心啊 心情加开心 你最常弹奏的是什么样的曲风 什么都有 喜欢唱的就喜欢打架 20岁那一年喜好萨克斯风的罗荣德 第一次接触大正琴就爱不释手 收藏多年的大正琴意外遗失后 近十年前 儿子赠送了这一把大正琴领后就珍藏至今 今年罗荣德也在自己的80岁寿宴上 弹奏献宝经验全场 他弹的时候真的很感触很深 他对他这个音乐的执着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由于简单易学 罗荣德也将大正琴的音乐传授分享给家族亲友 就是拼着那种音感来去学的 我们没有老师 大正琴是日本唯一自行发明的乐器 由于结构简单 容易弹奏 硬色清脆而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 在中国则是为了纪念民国的诞辰 以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业而定名为中山琴 不论是大正琴还是中山琴 音乐不分族群国界 高龄80岁的原住民阿美族旗老罗荣德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用大正琴弹奏原住民传统歌谣 飘散清脆响亮的美丽乐章 令人心存向往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